有一個視野者的男人出頭的 部副集團社群透過LINE 在網路上賣毒品 接到電動在後 是有這個客廳車跟Uber去散會 經方是抓到四人疑犯疑傷 不過利用多少機制 這樣來散毒品 這要怎麼處理呢 這邊還有雨霜 下旁邊打開 隨便檢查 毒品的類型各方都有 有插到獨咖啡包 兩千三百多包 700罐的新鮮水還有大碗還有50罐 這都是準備賣出去的 因為牽涉著賣毒 去給經方斬起來 兵分多路至本市信義士林 及新北市三重盧州等區 來執行居體 謝信男子等四人道案 那全案訊號將謝信男子 四人一 毒品外外防治條例移送 原本的賣毒一團散去後 經方調查在的下旁邊的人 自己再做起來 以三十歲生日的雜貨做頭 在那九年八月開始 在鄉北祖廚來製作毒品 透過LINE TELOGRAM 這些路線來賣 用音療這些台貨來做手 粗布的這個不法利益 有到四千八百多萬 經方隊在外國有發現說 他們會首先把這些毒品 分散到不一樣機車的車廂裡面 用來製作這個炸燈店 通常都是到了現場看東西才知道說客人要送什麼物品 我們也不可能去打開客人的包裝物啊 所以實際上裡面是什麼東西我們也不會知道 像像客人家也就是說有沒吃的 他們不然是載人也可以提供載給的服務 因為不可以親菜給它打開來檢查物品 可是說送的東西 如果是經過包裝 蓋車的運輸業者 大部分不知道裡面是底什麼 有人軟空軟香來賣毒 這樣也讓這個外送機制 有可能請無故來請做犯罪的方向 記者送的報道